哈喽大家好 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 最近有好多观众朋友敲碗 希望小李哥做一些装修DIY教学的影片 今天小李哥就来教大家 如何修复灰板墙面 在教学之前 小李哥想先聊聊我自己对DIY的想法 如果您只想看教学内容 麻烦您自行快转到第二段以后的章节哦 影片开始前 请订阅关注小李哥收窗修的频道 并打开频道的全部通知 才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更新哦 好 这要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装修DIY的影片 在每个影音平台都是高流量的内容 小李哥做频道快一年了 不会不知道这一点 但我对这个主题一直十分小心 当然不是不想教大家 而是多年来小李哥实在看太多DIY翻册的例子 所以小李哥还是建议大家 对于网路上各种DIY的装修影片 您还是小心服用三思而行 当您手仰想试试看的时候 先评估以下三点 一切可行再动手 只要有一点没把握 您还是交给专业师傅比较好 首先 您要确认要做的工程会不会影响房子的安全性 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涉及电路、水路、房屋结构的工程 一定不可以DIY 这些工程一旦发生问题 轻则花大钱维修 重则破坏房子的结构 发生严重的意外 而且政府为了保障公共安全 对电路、水路、结构的规定也十分严格 如果不符合规定 直接会影响房屋保险的理赔哦 第二点 你要评估采购工具的成本 小李哥认识很多朋友 动手的能力很棒 也喜欢买工具 每次只要在家中做一些小工程 就会买一些工具 几年下来 车库中的工具越来越多 但平日都很少使用 金属会生锈 碎料会脆化 化学成分会变质 工具材料放太久 到真正要用的时候都坏了 而且存放这些工具 也要占用不少空间 不必为了想喝牛奶就去养一口 工具的成本 你一定要精打细算 第三点 就是考虑施工的安全性和技术的掌握度 有很多的工程及工具的操作是有危险性的 比如说像是电锯及撒轮机 或是爬高梯 搬重物 就算是专专业的施工师傅都要十分小心 一旦发生意外 对您的身体伤态是难以抵抗的 不建议您自学操作 还有施工的技术及经验 是需要时间和反复的操作来累积的 您在决定自己动手前 一定要想想 工程可能有什么困难 如何排除困难 最后成品的功能性和美观性 可不可以达到要求 自己DIY装修 多花点时间到无所谓 但品质不达标准 就是花钱早追收 到这三点说来 是不是什么工程都不能DIY呢 也不是 小李哥是希望 大家试着学DIY 不要只是为了省钱 自己动手做 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 也会给您带来很大的成就感 既然是兴趣 就要循序渐进的来学习 牵沙沙小怪来练等 等级够了再挑战BOSS 小李哥这系列的影片 都会在片头标记 工具的成本 技术的要求 施工的危险 星星越少代表越简单 请您现种简单的开始挑战 如果做的过程遇到任何问题 也欢迎您留言讨论哦 修补墙面及天花板之前 我们需要先备齐所需要的工具及材料 我们今天需要准备的工具有 补土刀刀 砂块 锯子 美工刀 和电动旗子 如果您只是小范团的修补 您可以买塑胶制的刮刀就好 但您要修补的范围 如果大于6英寸建方 还是用金属的刮刀比较好 補完的墙面比较平整 建议您选购软一点的刮刀 使用会顺手一些 砂块选您选择密度在100到130之间的产品 砂块用起来比较好用 适合初学者 当然啦 如果你买不到砂块 也可以使用砂纸 如果您是第一次自己动手装修 手动工具比较便宜 使用起来也比较安全 锯子 美工刀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小李哥就不多做介绍 如果您想尝试电动工具 您可以试试震动锯 台湾人叫摩切机 它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锯子 也有很多通用的功能 安全性也比较好 是很适合初学者优先采买的工具哦 电动锯子是装修的七大武器之手 家庭中准备一支是必要的 平时组合家具 小说小谷都十分好用 起子头买两支就够了 二号的方头 及二号的十字头是最常用的 其他的尺寸都十分少用 不建议您买整合的套装 一整合的起子头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常在用的只有两支 收藏价值多过使用价值 今天我们需要的材料有灰板 木料 灰板螺丝 防爆网袋 和补涂 我们要做的是小型修补 材料要选小包装的来买 以免浪费 小里哥建议您灰板可以在HOME DEPORT買 因为在这里你可以买到最小二尺建方的尺寸 不必买一大片 木料不一定要买新的 家中如果有多余的板子 甲板 高密度板 地角线 甚至剩下的木地板 都可以拿来使用 灰板螺丝 是一种一又四分之一寸的特殊螺丝 一般是灰色的 您只要询问材料商的服务人员 他们就会拿给你 一次的修补 螺丝的用量大约是20GB 拿小包装的就足够用了 修补墙面的防爆网袋 要买自粘型的纤维网袋比较好 纸袋在小面积不好操作 也不适合初学者使用 补土买水性的一般土就可以 比较便宜也比较好打 千万不要买到快干土 一般修补6寸建方以下的区域 1.5公升的包装就十分足够 补土开罐后 很容易自己渐渐的干掉 买多了容易造成浪费 接下来小李哥一步步的教您 如何修补墙面吧 第一步 我们先要保护环境及自己 补墙一定要打磨补土 这会产生大量的细小粉尘 请先把可以移开的家具 尽量移到别的空间 不能移走的和地面 用塑胶布盖好 减少未来打扫的麻烦 补土时产生的粉尘虽然无毒 但个人的保护还是要做好 吃工时一定要戴好口罩哦 第二步 裁切合适大小的灰板 裁切一片比破损区域大的灰板 切成方形就可以了 裁切灰板很容易 先在灰板的表面用美工刀画一刀 再依照切开的线折开灰板 最后切开另一边的表纸就可以了 切好的灰板就是之后要用来修补的灰板 第三步 修整破损区域的灰板 将第二步裁好的新灰板盖住破损区域 用铅笔沿新灰板的边缘来画线 一看新灰板 沿着所画的线切割旧灰板 这里主要示范手动灰板锯的使用方式 如果您使用的是震动锯 只要注意下刀不要太深就行了 切好后取下多余的灰板 您就可以得到一块相同大小的修整区咯 这里有个小技巧 您可以在灰板上先画上方向线 一会在修补的时候才会更方便 第四步 固定支撑木料及修补灰板 木料裁切到合适的长度 以灰板螺丝固定在修整孔的左右 如果修整孔太小 不方箭伸手进去操作 可以在木料的正面先固定一根长螺丝 方便以使力拉住木料 固定灰板螺丝 再将我们第二步裁好的灰板 放入修整孔内 用灰板螺丝固定在支撑木料上 第五步 贴上防爆网带及做第一层的补土 用干抹布清洁一下修补的区域 清除掉碎灰板 灰泥还有粉层 在灰板的交界线上贴上防爆网带 使用补土刮刀压住 就可以轻松切断网带 不必用美工刀 网带要完全覆盖灰板的缝隙 才能达到防裂的功能哦 第一层的补土 不是为了补平 只是为了填补灰板缝隙 请您千万不要补太厚 薄薄的覆盖网带和缝隙就可以了 第六步 第一次的打磨和第二层的补土 当您确定第一层的补土完全干了之后 使用砂块轻轻的打磨 只要磨去表面多余的补土就好 不必磨平磨身 第二层的补土要做大面积的覆盖 您可以先大略铺上一层土 再用刮刀轻轻的刮平 千万不要太用力 顺刮即可 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每刮一刀 补土刀上的补土要先清掉 下一刀才会更完美 有今天的师傅 第二层做完就可以很平 但自己做 要求先不要这么高 先能平顺就好 第七步 第二次的打磨 确认第二层的补土完全干了之后 使用砂块做大面积的打磨 磨到墙面平顺 最重要 如果第二次磨完后 效果仍然不满意 请你再重复第六步 第七步 直到平顺为止 第一次做的朋友 要补个三四成都算正常 不要灰心 只要多练习 就能掌握到手感和诀窍 最后小李哥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 第一工具及材料请大家亮丽而为 除了电动起质之外 其他的电动工具都不是一定必要 材料的购买也请适量购用就好 不要买太多 第二打磨补土粉层细又多 家具请您一定要移开或是保护好 施工时也要请您全程的戴口罩哦 第三第一层的补土请薄补 盖住网袋就好 千万不要补太厚 第四 第二层要大面积的补土刮瓶 大面积刮瓶的修补效果最好 如果凝脂补重点部位 墙面很容易凹凸不平哦 第五 打磨的重点是要磨顺为主 磨到没有坑洞 没有刮痕就好 打磨太深或太用力 都是不好的做法 总结初学者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补土太厚 或是总想要补得厚一点 靠打磨来磨平 这样做完的结果就是凹凸不平 请记住 大面积的顺刮才是墙面平的重点 今天DIY修补灰板墙面的方法 您学会了吗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和小理科讨论哦 今天先教会大家修补灰板 下一集再教大家如何刷油漆哦 今天小理科就先分享到这边 麻烦您动动小手在下方点个赞吧 让好影片被更多人看见 最后祝大家平安喜乐 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